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個影片來聊一下2022 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影片 然後這個分享一下一些 比較重要的這個時間點 那2023展望也沒什麼好展望 因為我自己習慣就是 玩自己喜歡玩的遊戲 然後錄的話 沒有什麼後製 這其實影響蠻大的 我覺得好像要後製啊 上個字幕後 這個影片觀眾才會看的比較多 可是後來我好像發現說其實 遊戲比較重要耶 可是我比較喜歡玩一些比較冷的 像The Wild Darkness我一直都還是在玩 那最近啊 最近玩的那一個什麼 奇路旅人 正好是打到我最喜歡的 然後好像看的人也比較多耶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2022 我自己把一些影片的這個封面解起來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好 首先是這個1月2號 2022的1月2號 對不起這個照片有點圖 有點糊喔 因為我是直接直接解這個 YouTube的那個封面 好 好這是1月2號後 這個SP的塔琳出來了 那SP塔琳是第一支嗎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呢 這個是影片 然後呢 這邊有個1月7號後 是錯位時空 這一款遊戲呢 我除個幾百塊 玩了大概兩個禮拜 那真的是還蠻輕鬆的 什麼該有少當都有 但是人太少了 然後 這個 這個配對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這個策略性 我自己感覺啦 所以就是覺得是說 好像就是真的是很多功能就是爽領 但是呢 很多就是做 就是作業感很 很重這個樣子 所以我大概玩一個月 我就沒有玩了 然後1月8號 3萬賺 3萬賺 好像是 我英雄混沌傳奇第一次抽到 也是我玩這幾款 放置手遊第一次抽到 我劍遠征玩了三年 然後兩款兩個賬號都沒抽到 結果呢 混沌英雄混沌傳奇呢 在2022的這個1月8號抽到了 那最近呢 最近的這一個新年活動呢 哇 我中了兩次3萬賺 這劍遠征真的是不給我面子 我花了這麼多錢 然後呢 V15 然後這個先崩服也是 也是這樣子玩了兩三年 竟然一個賬號都沒有讓我抽到3萬賺 然後1月12號 1月12號是施加萊特 施加萊特為什麼要特別講呢 因為施加萊特真的是太 太強了 太強了 用到現在都是這個單體輸出王 而且啊 耀光帝國已經沉疾了很久 既酒桶啊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管家之類的 都被當成是笑柄 然後官方都被批評說是這個 照顧 只照顧亡靈不照顧其他的 然後耀光變得沒人愛 那施加萊特出來之後呢 哇 整個是大逆轉啊 然後大家都戲稱說 怎麼惡魔的人跑到耀光去 然後呢 我們再繼續看 1月18號 開始玩這個黎明啟示錄 後來 玩了一陣子 然後也有網友借我傭兵 非常感謝 但是後來還是棄可能 因為覺得就是 這個 畢竟這款遊戲已經很久了 然後我是中途進去的 所以就變成是說 怎麼講 我錄的影片 也沒有什麼 怎麼講呢 就是 沒有什麼 這是好看的 因為就是一個新手嘛 然後 好像是現在有一個新人 然後在玩劍影遠征 然後跟大家講說 異界迷宮 是長這個樣子 誰用模式長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覺得是說 自己 自己擦 擦這個遊戲太遠了 然後他開了一些機制啊 其實 對我來說是很新 但是其實 但是其實就已經是很 很久的遊戲了 然後至於說戰鬥的模式 也是有策略性 不過就是因為我玩太多款了 所以這款遊戲的話 也是算佛心 然後機制都很完整 可是我就覺得是說 我好像沒有辦法 融入這款遊戲 所以最後面呢 我還是用氣坑 然後呢 1月23號是聖書幻哥進去 聖書幻哥呢 也是一款 他是怎麼講 戰鬥方式類似建議遠征 那這是安西亞代言的 然後他是可以上六隻角色 那一開始覺得是說 還蠻好玩的 然後就這樣一直打 然後資源也是領得很豐富 他也有這個終身卡 可是後來氣坑的原因是因為說 他開始出這個虛空萊克 那虛空萊克呢 就是非常強 真的是非常強 他自帶兩種屬性 因為他那個屬性 開陣營會有特別的效果 然後呢 後面就開始一直出虛空萊克 一隻虛空萊克 兩隻虛空萊克 就很明顯覺得是說 虛空萊克比較強 然後需要花課金 然後其他的作業 就是就開始覺得說 作業感很重 然後推圖呢 其實推圖沒有難度 沒有推圖的樂趣 就是基本上 他就是卡你的玩家等級 就像那個 就像那個放智英雄一樣 那玩家等級怎麼獲得呢 玩家等級就是 你就是時間到了 你就可以獲得玩家等級 就跟什麼粉塵生英雄卡 戰力不一樣 那個玩家等級就是 他要卡你就是卡你 所以就變成說 主線到了 你就順順利率推過去了 然後就沒什麼難度 然後後來出的角色 都是虛空萊克 都是需要課金獲得的這個角色 然後呢 再來這個是 聖書換歌 這個是明星公主 這樣子 那這個課金的福利強大 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是突襲 這個是2月26號 突襲暗影傳說 這款遊戲的話 我也覺得是還蠻好玩的 我玩了一陣子 不過這個是比較偏國外的遊戲 然後台灣的玩家 好像比較少一點點 然後再來是這一款 什麼 Belitz嗎 Rise of Heroes 那這款遊戲的話 有點像是英雄混沌傳奇 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但是呢 他還在遊戲出奇 所以說很多機制我覺得還沒有開好 這個我大概是玩了一兩個禮拜吧 然後呢 3月2號 3月2號 Line不能用 有事情找溫伯大 這個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是我在 一個 我的那個什麼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那個 證券 證券業 應該是那個什麼 分析師的執行長 他不是分析師 他是執行長 然後呢 我有幫忙他去管理一個社群 那那個社群被 怎麼講呢 這種 就是這種股市分析師的社群 常常會有那種 廣告的人 其實他 他不打廣告 他是 他是純粹這個好心幫人家分析的 但是呢 有人就是冒用他的身份 然後會去叫大家去加入 大家都知道 什麼什麼免費選股 然後請你加入這個Line 那我是那個 那個社群的這個管理員 我就會去踢人 但是呢 他們有一招 有一招就是他們會惡意檢舉 大量的惡意檢舉一個帳號 就會就會讓你去 短時間的封鎖 然後再自動解封 Line的機制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要惡整一個人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在我的Line群 然後呢 這個一口氣 1000人 我現在那個Line群1000人 如果大家1000人去檢舉我的話 那我的Line可能就會被封鎖個一兩天 這個樣子 那因為我被封鎖 就我發現說 哇 有些人要加入Line群 我不能審核 因為我那個Line群的話呢 就是我有設定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所以說呢 後來我就想了一下 到底是要拉誰當管理員呢 那要找一個比較有這種權威性的 那當然是我們的溫博大 那還有溫博大願意 所以說目前我的Line群就是 唯一的管理員就是溫博大 所以那時候我就拜託溫博大 就是說如果說有玩家要入圈的時候 幫我審核一下 所以說這個是3月2號的事情 3月4號呢 玩了這個阿爾米亞戰哥 這個也是玩了大概 快一個月吧 那剛上線也是蠻有新鮮度的 可是後來覺得是說 好像也是類似那個樣子 就是一直出那些比較客間的角色 那至於說他的這個角色的設定 其實技能都還蠻有趣的 可是就是覺得是說 怎麼說呢 角色的強度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差距蠻大 就是強的角色還是特別強這樣 然後其他的那些 這個機制就是覺得作業感比較重 所以說這一款的話 我覺得不是 可能是不對我 沒有對我的胃口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是玩一個月 然後就沒有玩了 並不是說他不好玩 我覺得勝數換哥的這個 這個作業感更重 那這款我純粹就是覺得 那個畫風風格 玩了一個月覺得好像 不是很對我的胃口 好3月3號 10萬賺可以抽到五隻赫洛斯匠神 因為那時候覺得是說 匠神影響 詛咒夢境打分數很 這個差很多 然後我存到10萬賺 雖然說不是什麼很了不起 但是這個大概是我 今天玩那麼久 第一次存到這麼多賺 然後一口氣去抽這個匠神 好然後呢 3月16號 這個發現了伊甸騎士團 真的是很哀傷 3月16號的時候開始玩 那也有玩家 跟著我去玩這款遊戲 可是呢很快的 我就發現這款遊戲怪怪的 因為他在FB呢 都沒有宣傳 然後呢 FB幾乎都沒有 小編都不講話 都不貼廣告 連那種什麼早安文 那種廢話 都沒有貼 所以那時候覺得說 這個運營有沒有在經營 所以那時候我還貼的是說 這個遊戲有沒有發生什麼狀況 然後呢 甚至中間還有Google下架 可是後來又 後來又上下了 結果呢 後來就是 最後面呢 他真的就是下線了 不過那是之後的事情了 好然後再來 2月24號 是這個埃茲上線了 埃茲上線了 那埃茲的話呢 現在其實玩家好像有提出 有沒有這個什麼 SP英雄重置的 那這個 應該是提這個埃茲 因為埃茲的話 一隻 單一隻埃茲 然後開場碎死對面就好 然後呢 可是呢 他在主動目擊上 也用不到 所以有些人可能當時 投入了大量的資源 但是呢 就發現說 哇 SP的埃茲變成是倉管了 然後呢 這個是3月30號 鬥計大會 這是打很瘋 超愛打鬥計大會 可是呢 就是鬥計大會 就是因為隨機性很高 所以說覺得他很有趣 但是也因為隨機性很高 順的時候呢 哇 連勝好幾場 然後就打到前面去 可是這個衰的時候呢 啪啪啪啪啪啪 一下從300名 又掉到1000名 所以這個時候 就玩了很多場 花了很多的時間 好 4月10號 放之英雄 Eureka 又是出這個光系的英雄 Eureka 放之英雄 Eureka 就是跟那個聖書幻哥一樣 聖書幻哥是座位感比較重 放之英雄其實比較好玩一點 但是呢 到後面呢 他們都是指出這種高等級的角色 放之英雄更明顯 他是武器 這個 風 火水 然後呢 光暗 然後光暗特別強 有點像是劍遠征的這個神魔角色 但是跟劍遠征神魔角色不會特別強 那你就想到放之英雄到後面呢 用劍遠征做比喻 他就是完全不出 耀光滿血 然後這個 亡靈跟綠翼 他指出神魔角色 指出SP角色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那放之英雄 Eureka也是這個樣子 指出光暗 然後光暗一隻比一隻強 然後雙面交互那個時候 出來之後呢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必練 都這個樣子 4月7號我終於用這個Steam 然後買了這個Elden Ring 就是那個 老頭環 愛爾登法環 然後呢 我本來想玩的時候 因為我PS5一直買不到 那我終於玩到的時候 我發現說在這個電腦上玩 就是 怎麼講 可能是太近了 頭有點昏 那現在呢 其實我Steam還是可以玩得到 但是呢 就 實在是沒有時間玩 所以就放在那個地方 我真的很希望說 工作閒下來的時候 我可以玩PS5遊戲 然後錄一些PS5的遊戲這樣子 可是 我的時間真的是很 很破碎 所以說 以目前為止都還是在玩手遊 好 然後這邊切一下 切一個3月21號 是3月21號紀錄一下 我是神域在這一天開始玩 那這個不知道是哪一個 哪一個可惡的網友 開玩笑 網友推薦我去玩這款遊戲 那所以說呢 我從3月21號開始玩神域 就玩到現在 那神域的話 我覺得他比較勸克一點 他真的是 需要克一些金 然後 但是呢 我覺得還是蠻好玩的 因為他真的是很有特色 這個以放置遊戲來講 那另外呢 也不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也感謝當時的基大 這個 教了我很多這個 這個遊戲的這個資訊 那另外呢 這間公司 他是在這個加拿大 所以 這個遊戲算是 我覺得是還蠻有特色的 然後最近是在日本上線 然後也出了一些日本的 也不是一些 出了一隻日本的英雄 這個枝田信長 然後我們再看 4月12號 感謝大佬分享 這個大佬就是基大 那也是這個基大 拉我去這個微信群 然後呢 我也幫忙宣傳這個華夏傳奇 那就是 這個現在基大 有氣坑嗎 他好像去接手別的 別的帳號去玩了 所以說 也因為他呢 所以我就稍微對這個遊戲 有更深的這個了解 就是大概知道說 這個高手的這個想法 還有一些後期要練的這個角色 好 4月13號 第一次玩的這個 放置英雄 對不起 吞噬天地3放置版 那這個基本上呢 就是 這個怎麼講 英雄角色很熟悉啊 跟這個劍野真很像 沒辦法 我就喜歡 就是喜歡玩劍野真嘛 那就是開始玩下去 可是呢 這個吞噬天地3放置版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 遊戲的操作就是很卡 那我不知道現在狀況怎麼樣 但是就是很卡 所以我就玩不下去 不然其實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的角色的對話 還有角色的設定啊 三國題材嘛 大家都耳熟能詳 還有一些這個關卡的設計上 我就覺得不錯 但是他這個遊戲就是很卡 那我的手機是ROG Phone 3 ROG Phone 3 所以現在已經出到6 但是我覺得我的手機 應該效能還算是OK的 RAM也有16G吧 我是買3萬多塊 當時ROG Phone 3 所以我覺得這個卡的問題 是遊戲本身的問題 然後呢 4月19號玩了這個放置五零 這玩了兩三個月 但是就是 怎麼講呢 就是 他的推圖其實難度也不是很高 然後他的那個陣容 平民陣 真的是很好用 就無腦的一直用下去 所以就變得是說 好像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要錄什麼東西 就是錄一些 新的機制這樣子 然後有些小遊戲 就覺得變化不大 可能是我自己沒有很認真玩 但是因為他的幾隻新手的角色 真的是太好用了 所以說也是很佛心的 幾隻新手的角色 就讓你一直用到後面去 所以就覺得是說 好像玩一玩絕的時候 好像每天做差不多一樣的事情 後來也是氣坑了 4月21號 小弟生日 小弟生日的這個影片 SP這個風圍劍客 色恩出來 色恩出來 真的是驚艷全場 真的是驚艷全場 SP的鳳凰塔靈 都沒有這個樣子 但色恩一出來 他的那個 咻咻咻咻咻咻 就把敵人秒掉 那一個那個 大家就是剛開始去試 試用他戰鬥的時候 哇真的是嚇一跳 所以這個SP的這個色恩 一出來 我真的覺得是超級強的 所以這個 SP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說非常好用 在各個機制 這樣算算算算 真的是非常的帥气 煞爽登场 4月20号呢 玩了一款游戏 叫做这个什么 时空之翼 这一款游戏的话呢 这个样子 它其实蛮有特色的 然后也蛮忙的 福利也很多 那另外这个游戏 一定要加入联盟 但是呢 好像外国的人比较多 那时候我有加入一个联盟 然后也有加入这个群里面 然后有一些对话 但是就是 我觉得就是比较忙一点 你要跟这个联盟讲话 然后它会有一些 那个什么 像什么资源啊 然后互相互相合作啊 你要你要上线 有一点点像是那种 那种万国觉醒那个样子 但是但是并没有说 这个这个杀戮感这么重 但是只是说 它的这个合作成分比较重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 我的时间上没有 时间上没有办法配合 然后这个好像台湾玩的玩家 也比较少一点点 好然后呢 这个是 4月29号 开始这个 比较开始封这个宝可梦了 那个时候几乎都是放假的时候 都是陪小孩去排队玩这个宝可梦 不知道说有没有 父母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是开始录一些宝可梦的影片 然后就是这样的机台 然后也花了很多钱 那手上也有很多四星五星的角色 所以想要交换的话呢 也可以跟我讲 好 5月2号呢 这个是 录了一个那个小影片 在我家的门口呢 捡了一只只孝东的幼鸟 那不过呢 很可惜 这只幼鸟呢 我们送到这个 之山的那个鸟园去 但是它最后 可能因为 我们捡到它的时候 它就可能是 本身有一些状况 那最后面呢 还是不幸离开了 这样子呢 我跟我太太都还蛮难过的 好 然后呢 5月4号后 这个是伊甸骑士团 这一个呢 基本上就是 伊甸骑士团我其实都有在玩 那基本上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 无脑先生阿塔兰塔 阿塔兰塔是谁呢 阿塔兰塔其实是 剑宇甄的光光 这一款游戏 它的光光非常非常强 也没有到非常强了 就是 就是那个 剑宇甄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标准输出嘛 就是射到后排去 后排晕 然后就刷刷刷把人家干掉 就是有输出有控场 那基本上呢 用伊甸骑士团 就是这个 这个阿塔兰塔 当主力呢 然后就可以无脑推到卡战力 卡战力基本上就代表说 这一个阵容很好用嘛 你才会卡战力嘛 所以说呢 大概就讲一下后 伊甸骑士团就是 无脑练阿塔兰塔 然后呢 5月6号 5月6号呢 这个是众神猎场 众神猎场呢 发生了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搞笑的事情哦 就是我们众神猎场啊 众神猎场叫做 小团队影真嘛 那大家都会先约好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就是 小组 加一个这个群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早上的时候呢 一起进去 结果啊 那个有一个网友 也一个好友 他 他邀请了我 然后呢 我就是早上起来 头昏昏的 没有注意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邀请 我想说啊 那应该是这个 我们小队的人吧 然后我就进入 进入之后呢 我发现说 哎 line 上面讲说 大家准备要进场了 这个我已经邀请了 我发现说 哎 我已经在里面了 结果我发现 我进错团了 然后 这个 这个 别人就 就 就只好再找一个人 所以说 这个蛮 蛮 蛮搞笑的 众神猎场 好 5月11号 5月11号 就这个 5月11号 是讲这个 恶狼神跟穷奇 恶狼神跟穷奇 是 这个 吞神天地3 放置版的 算是 他们 他们算是 这个 这个独创的 这个英雄 那但是呢 这个是我的文章的内容 游戏流畅兔 何时能提升 所以呢 大概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已经一直在抱怨说 这个游戏真的是 玩得很不顺 很卡这个样子 像玩异界迷宫啊 你点一个敌人 然后呢 这个走一步 他都要卡一下 读取一下 然后战斗也是读取一下 你就知道多痛苦 尤其是这种 有一些每日作业的东西 好 然后所以说呢 大概在这个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说 我大概要弃坑了 好 5月17号 命运之怒 这个时候呢 我有认识戴厨了 然后就是 就是想说 这个加减赚 十几块 十几块 然后这样子 跟戴厨合作看看 所以说呢 这个我会问戴厨说 有没有就是说 比较 比较这个划算的 这个价格 然后跟这一个戴厨 那戴厨是台湾的 那我现在也有跟他合作 只是说最近价格不是很好 然后想说试试看 就是 就是 我有点是当 8591这样的角色 就是玩家 这个汇钱给我 然后我汇钱给戴厨 这个样子 然后中间的话 赚大概几十块的 这个差价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是5月17号 5月21号 机动战机 这个我就是 怎么讲呢 算是 秤热度 但是为什么秤热度 因为他有莱莎 这个密大腿 那炼金工坊联动 炼金工坊 这个GUST 这个系列的 这个每一款游戏 我都有玩 但是到了莱莎 我已经是从 从国中吗 国中还是高中开始玩 玩到现在已经是 两个小孩的霸了 我从这个第一代以后 第一代玩到 玩到莱莎 好像莱莎的第一代 莱莎现在已经出了三代 那都有玩 但是后面我就 我就我就 我就没有时间玩 就跟那个爱尔登法环一样 后来就没有时间玩 这个这个主机了 但是呢 炼金术士系列 这个一到 不知道几代了 反正就是 罗罗纳 罗勒纳 那几代我都有在玩 然后莱莎的第一代我也有玩 那一 这个一代是玛丽吗 二代是这一个 一代是玛丽 二代是莉莉吗 反正都有一个莉 还是爱莉 二代是爱莉 是不是 然后三代是 三代好像是莉莉 但是三代是日文版 然后我还特别去找日文版的 然后四代是 四代是谁啊 四代是一个 四代是穿越时空的 那个好像也没有中文版 然后五代是维欧娜 维欧娜吧 然后那时候我还写了一个攻略 反正就是炼金术士的东西 我真的是蛮多可以讲的 那总而言之呢 就是这一款游戏呢 他有跟他联动 所以说我就特别下载来玩了一下 不过觉得是说 这个游戏口味不是很适合我 好 5月22 伊丽丝出了一款游戏 叫神觉者 回合制的 那就让我想到小冰冰传奇 然后这个是音乐非常动感 那当时我来说 这款游戏一定会火 结果好像现在没有看到什么讨论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真的是不错 可是他的战斗过程 我觉得太冗长了 然后这个譬如说 他的战斗他必须要练等级 练等级就是说 就是有点像小冰冰传奇 你要上角色 然后去打敌人 然后打那个练级关卡 可是呢 那个练级关卡 虽然说可以自动战斗 但是他是放到背景战斗 所以说当你战斗的时候 你手机要开着 然后让他在背景战斗练等级 所以这个练等级 这个动作我觉得 我觉得很花时间 就是有点 有点浪费时间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他如果多了一些扫荡的功能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点 那当时我有游戏试玩 但是这次上线的时候 我就没有玩了 好 然后5月22 这一个是我当时录了一个求救影片 请大家推荐这个可以剪辑影片的笔电 那这个是在风吊虾 风吊虾好像是在新装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公司 我们老板 开始要做这个吊虾的网站 所以偶尔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吊虾的事情 喜欢吊虾的话可以找我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平台 叫做这个虾占天下 然后就是再办一些这个比赛的东西 然后今年打算要办这个全国联赛 想要搞的跟LOL那个样子 不知道办办的起来 总而言之 这个台湾的吊虾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 非常怎么讲呢 就是他还没有扶上台面的这个产业 就是吊虾 也就是各个小团体在办 那现在呢 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平台 变得是可以公开出来 然后呢 由我们当作是一个这个标杆 但是还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老板想做嘛 就做做看哦 好 那再来就6月1号 6月1号这个负罪战神安萨特 为什么要提他呢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安萨特的这一个 他的这个故事背景哦 所以我觉得安萨特的故事背景 我非常的喜欢 那让我觉得是说 他就是一个孤勇者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故事 他他他他背负了一切 为了满血的这个这个这个整合 然后假装背叛这个满血部族 跟这个耀光的坏人合作 然后最后面呢 让他的徒弟布鲁特斯 成为是这个领导人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萨特的故事 真的是很棒哦 好 然后再来 这个The Wild Darkness 两周年兑换码 食物变得比较容易了 这个游戏都还是有在更新哦 然后呢 我现在还是偶尔都还是有在玩 我现在也是开了一只这个 这个铁匠再玩了 真的是玩不腻哦 就是他这种游戏 就是那种 你玩了一只角色 然后破台了 然后呢 破台之后呢 过了大概几个月这种手痒 又开一个角色 又继续开 开始玩 就是这种生存游戏哦 好 然后呢 6月8号 6月8号呢 哇 这个越玩越勤哦 这个一大堆重复的卡片 四星卡 五星卡都有了 然后 这个附近的店家 超商啊 看到我们来就是 这个是宝可梦妈妈 宝可梦爸爸 这样子 就大概是知道我 就是大概都 都已经认识我们了 然后呢 也大概都知道说 我附近都会有一些 专门在打宝可梦的 但是我没有参加群组 他们真的是很专业 就是他们自己打一打 因为这个宝可梦 可以看 可以算卡序嘛 所以他们的那个群组啊 大概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会讲说 现在这个 7-11 A店的7-11 已经要出五星哦 这个我没时间 你们过来打 又或者是打一打之后 那个星光三月 这个机台已经要出五星了 然后这样通知一下 然后人就来了 所以是这个专业部队哦 那我也认识了一些专业部队 但是我们家的话 比较是要配合小孩的时间 所以说其实 我们知道这些资讯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 把小孩子放在家里 然后就是 或者是说 这个这个叫小孩子过去打 因为毕竟这还是 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 就是得失心不要太重啊 好 6月17哦 艾尔多战战继出来了 那但是呢 就是觉得是说 哇 这个这个 这个东 这一大堆的这个机制 东西很多 然后角色的话 就是蛮小一个 打起来就觉得是说 好像角色的这个攻击输出的 那个那个 那个招式啊 不是很明显 然后也有一些 特别强的角色 所以说玩了一下 觉得说不对胃口 后来就没有玩了 好 6月24号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伊甸奇事团呢 其实一直在做一些 呃 很特别的改版 但是呢 就是说呃 6月24号那个时候 我就一直在抱怨说 诶 这个这个伊甸奇事团 好像 一般游戏一个礼拜 还会更新一些东西嘛 就算他不是个大更新 他至少也会有一些 有的没有的更新 像我常抱怨的 英雄混沌传奇 他是这个 算是不是很佛星 但是呢 他每个礼拜 都有更新东西 可是呢 伊甸奇事团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诶 两个礼拜没更新 是不是怪怪的 没什么消息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是说 他都没有在宣传 有点怕怕的 然后再加上说 他本身更新又不积极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一直觉得 是说怪怪的 那到了这个 5月 6月24号 这一段时间呢 诶 好像开始一直在更新 但是他更新的东西 不是什么机制 就是角色 就是换个造型 然后技能就一直换 技能的组一直换 就是 就是原本的 原本的 原本的角色 就跟剑云真蛮像的 后来就是 每一只角色的 这个技能都完全 变了一个样 然后连造型都变了 那可是这个变的 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真的是蛮有特色的 他不是把 把这些角色变得是说 这些技能 你都觉得是说 好像 好像就是什么 数值加一点点 调一点点 没有 他是整个技能 重做的那个样子 所以就觉得是说 哎呦 每一只角色都很 都很想玩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那不过呢 还好 阿塔兰塔还是没有变 阿塔兰塔光宫队 还是很猛 这个样子 然后呢 再来是7月4号 7月4号 就是团队远真S7开始 这个就是 反正团队远真 算是剑云真的这个大事 那就是大家一定要玩 7月10号 神域骑兵 开始玩了 那神域骑兵 这款游戏就是 怎么讲 他是回合制的 那个时候呢 就是稍微玩了一下 然后我们剑云真有名的 这个威廉大 他有趣玩了 不过玩了一阵子 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作业感蛮重的 然后他有一个机器 我很不喜欢 就是他有一些活动 活动的话呢 是前三名的玩家 才能够领奖 而且呢 这个活动 是跟课金有关系的 而且那个奖项呢 很明显就是课金的活动 才能拿得到的东西 就是譬如说 譬如说 有一只兽灵 是全伺服器 我只是举例 譬如说有一只兽灵 它叫做 课金兽灵 我们就这样讲 然后呢 使用这个课金兽灵呢 然后他就是特别强 然后大家装上去之后呢 能量 攻击速度 攻击力 都加个50% 这样子 反正我们就举例夸张一点嘛 然后呢 是这个全剑云真的伺服器 这个前三名 除之前三名的可以获得 那你想 办这样的活动 是不是大家就会 大家就会很赌揽 好啦 就算你是课金玩家啦 如果说呢 你除到这个前三名 结果你在 最后一刻的时候 被第四名追上去 你是不是很干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看到说他有类似这样的 这样的活动 我就觉得不是很高兴 就是那个活动就是说什么 你要抽卡抽很多次 就是说抽卡的排名 然后呢 你就可以领到 这个 他就是比抽卡的排名嘛 然后呢 前三名他会获得一个 一个叫做 反正就类似那种 镶嵌的 镶嵌的原始啊 就是 就是你装上去之后呢 会有 会有那个特效 那这个是 跟这个活动有关系的 然后呢 抽卡的次数呢 其实就是跟 课金有关系嘛 不然你就知道囤 囤资源 那我以前玩过放置奇兵 我不喜欢那种囤资源的感觉 就像剑云哲呢 他可能是 呃 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说 你要一千抽 你才可以领奖 那就变成是说 大家他都他都不敢抽了 因为 因为假如说 假如说剑云哲有一个活动是 一千抽才可以领奖 比如说一百抽 你可以获得一个 这个 金盒一百 然后两百抽 金盒两百 然后一千抽呢 SP英雄三支 这个样子 如果说有这样的活动 就会变成是说 好啦 那大家以后获得这些券 他都不能用了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办这样的活动 然后你的资源 你都不敢花 你就只能一直囤一直囤 囤到这个活动开始 然后再开抽 然后抽到这个达到活动的目标 所以我不喜欢这样的机制 后来玩一玩就没有玩了 然后呢 7月26号 五星全图鉴 这个也是一样 宝可梦 宝可梦的话呢 它是一直有一弹一弹的这样出 然后呢 这一弹呢 我们运气很好 这个真的是 自己打到全图鉴 但是现在其实就懶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跟人家交换 发现跟人家交换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8月12号呢 这个是 不知道是不是暗影入侵第一次打 那时候觉得是说 哇 这个竟然 然后剑影远征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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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月19號是父親的生日 也是我確診 確診後的第一部影片 得了Omicron 確診後的第一部影片 關在家裡面 然後錄影片 神域出了一隻角色 馬爾杜克 非常強的UR角色 重點是確診 8月24號 這個時候我還是在確診中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的政策是要關7加 是7加幾啊 我忘記了 反正我就是關好關滿 那個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在家裡 然後這個線上看診 然後也領了這個清冠 那就是在家裡把時間都關好關滿 因為那個時候 如果說你確診還出來的話 被抓到了你會被罰 因為你有下載那個叫做什麼 我一下忘記了 反正就是那一種就是 就是類似 就是確診 然後會抓你的那個定位的那個東西 所以說就是在家裡關了一個禮拜多吧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呢這個SP的說力師也出來了 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8月24號 這個什麼Among Us嗎 這款遊戲也是玩了一陣子 但是呢就是比較偏美式風格 然後台灣好像沒有什麼能玩呢 我覺得這款遊戲也是不錯 不過就是後來玩一玩覺得 好像討論度不是很高 後來就沒有玩了 然後再來這款遊戲 8月31號出來了 英勢錄全員出擊 類似劍遠征的遊戲 那就來試試看吧 那這款遊戲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我錄了很多影片 然後巴哈威有貼文了 就分享一些英雄嘛 這樣子的 結果呢有一個網友 有一個網友 他一直留言喔 就是在嗆我說 你不要一直說劍遠征 這個什麼什麼 這款遊戲是抄襲劍遠征啊 人家是有名的什麼 韓國的一家公司 我忘記了就是 他是什麼什麼公司啊 反正也是很有名啊 他們家的遊戲 我也是有玩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款遊戲 魔靈召喚 這一個 Come to us 然後就一直說 我在說這款遊戲 在抄襲劍遠征 然後就是說什麼 什麼你是劍遠征的代言人嗎 什麼blahblah 然後一直一直嗆一直嗆 後來我覺得他真的是很煩 因為我玩那麼多 這個這個怎麼講 我玩那麼多這個放置蛇 比如說剛剛提到很多遊戲 像是這個 吞死天地啊 我都沒有說他是抄襲 是因為說 我只說類似 因為類似我才喜歡玩嘛 就跟我們喜歡玩 劍遠征是一樣的 但是不知道什麼 這個玩家 這一個網友 他腦袋就一直卡住 一直說 我是在說人家抄襲 然後我在幫劍遠征打廣告 所以 他覺得說 我錄音思錄 提到劍遠征 他真的就鬥懂啊 所以後來我覺得 我覺得完全不能跟他溝通 我就把他砍掉了 那這款遊戲呢 我也是 沒有想到我會玩那麼久 在8月31號到現在已經 4個月了嘛 他的這個福利真的是給了很多 然後 再來就是說 他的這個埃隆 也就是遊戲中的亞伯拉罕太強了 他直接拉三人之外呢 然後把人家擊倒 一個人就是包包含了這個 能坦能打 然後呢 能控 這個是三合一的 所以就變成是說 埃隆無敵 亞伯拉罕無敵 那就一直用到現在 那另外呢 原本開局就已經很順了 遊戲整個操作都很順 然後呢 最近幾個月呢 哇更是恐怖 注意看這個遊戲真的太狠了 遊戲福利真的是發的 不手軟 然後也是我最近玩幾年的這個 放置手給的最大方的 你有那個連續快一個月 每天都有一個兌換碼嗎 每天兌換碼是什麼 3000 3000肥料碎片 3000藍石肥料碎片 雖然說我們在劍遠針 這個藍石肥料 大家都覺得是跟垃圾一樣 但是呢 你要知道在新手初期 有藍石肥料是多麼重要 像我們角色 金家要升到紅色 有玩劍遠針的人就知道 金家要升到紅色 是多麼困難的過程 因為你要吃同陣營的金家 但是這款遊戲呢 每天送1000個藍色的碎片 每天送喔 然後呢 又時不時送你3000藍色碎片 這真的是每天送兌換碼 然後他的兌換碼真的是很大 另外呢 他遊戲裡面有一個論壇 參加論壇呢 又可以送金條 這個是東送西送 基本上這個遊戲啊 你想練的話 很快就組一隊 而且上紅上紅家 真的是完全沒有難度 再加上亞伯拉罕無敵 整個就是順 是送到你 讓你覺得是說 你不課金 你都對不起這款遊戲 我是說真的 所以呢 我後來他的造型我都買了 因為我覺得我不課金 我真的是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人家都送成這個樣子 如果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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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他賺一點怎麼好意思呢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是 9月8號 9月8號是這個 好 特別提一下 劍遠在埃隆跟英式路亞伯拉罕的差異 因為當時呢 我就是 習慣就是看到一款新遊戲 總是會做一個影片呢 算是雲一下 因為我們還沒玩嘛 但是就是簡單分析一下 每隻腳色要練不練 那時候呢 這個看到亞伯拉罕 也就是埃隆嘛 就是簡單帶過去 就是說喔 這個之後要練啊 這個樣子 結果沒想到 他那麼強 他不是之後要練 是一開始就要練他的 所以就後來特別錄了這一集 然後 也在巴哈的那個 角色介紹的那個文章啊 也改了 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遊戲就是 無腦列亞伯拉罕 這個遊戲就叫做 亞伯拉罕全員初級 然後其他角色都是 亞伯拉罕的快樂夥伴 這個樣子 好 然後9月13日 這個新的坑 獵場獸靈上線啦 這個最 這個最 澳門最大賭場正式上線了 好 那這個獵場獸靈呢 現在我們也知道嘛 是劍遠征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然後也在 這個新年後 開啟了這個獵 獸靈共鳴的這個功能 這樣子我們練獸靈就會 就會更輕鬆一點了 好 9月23號 大勢大勢來了 這個 AFK2 劍遠征2出來了 這時候大家都在想說 哇 我們會不會這個人都被劍遠征2拉走呢 結果呢 在試玩的時候 尷尬了 尷尬了 真的是不出意外 就要出意外了 怎麼說咧 我怎麼樣 我都沒有順利玩下去 我就是一直跳出 一直跳出 一直跳出 因為那時候是APK版本吧 結果問了問其他人 也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說也不是我的手機問題 就 我想打個異界迷宮 我都沒有辦法打到最後 我打到最後的網 一定會跳出 然後遊戲呢也是玩一玩 他就跳出 就跳出 至於說遊戲的內容嘛 我覺得 不大會擔心說 他會把劍遠征的玩家拉走 那當然要看優化程度 因為第一個 他很吃笑人 走路的時候覺得很卡 第二個 他盪的太嚴重了 這個當然是一定要修的 如果這些都修好的話 我覺得可以看看 那至於說這個遊戲的風格 這個確實 我們所熟悉的角色都有在裡面 然後也有一些這個變化 我是覺得真的是還做的還蠻不錯的 但是就是因為說這個系統的問題 這是硬傷 所以說完全沒有辦法去體驗說 這個遊戲到底好不好玩 我只能說是真的是蠻期待的 但是因為說這個 這個核心的硬體沒有做好 所以導致我們不能夠做一個 很很很完整的這個了解 好 所以這是AFK2 在9月23號的時候 這個時候開始測試 好 9月28號 該來的時候還是要來 這個伊甸集團公告出現了 就是這個 這個已經停止運營了 但是呢 最近可以看到 他換了一個名字 叫什麼異世代 什麼魔法 我忘記了 我也有錄影片 在那個什麼大陸那邊 9月上映的 就是已經上線了 那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 怎麼講呢 原廠跟代理商之間 有一些 什麼樣的狀況發生了 所以或許之後呢 台灣又會換了一家代理商代理 因為這款遊戲真的是很很不錯 遊戲都很順暢 那另外呢 遊戲也是很佛心 你解完遊戲的每日任務呢 其實你想抽的角色 這個抽卡字數啊 送的啊 我覺得都很OK 資源都夠 所以我覺得這款遊戲的話 或許之後又會有換一個 新的代理商代理喔 好 10月5號呢 玩了這款遊戲 叫做這個一拳超人 不是 是他這款叫做英雄之路 因為一拳超人 他之前還有出過一個嘛 那這款是英雄之路 那比較像是劍疫遠征 這樣子的這一個怎麼講 機制 但是呢他是回合制的 那當時玩了一下 我覺得也是蠻好玩的 因為他很多機制都很像劍遠征 雖然說戰鬥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是回合制的 不過呢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什麼 異界迷宮啦 然後 每日任務的東西啊 爬塔啦 然後 裝備啦 裝武啦 角色升機啦 這些大概基本的概念的元素 都跟我認識的這個劍遠征 都算是比較了解 所以說就是比較好融入這款遊戲 所以就玩了一陣子喔 然後呢 10月10號 10月10號的話呢 是這個英雄混沌傳奇 其實 這個時候就 這款遊戲就 有點 有點擺爛了 就是 沒有天天上線 然後後來發現說 這個海英里希 就是這個奧登 變成我的這個遊戲的這個主力 就完全是靠他推圖 因為這個奧登一隻牆喔 這 他就可以當作是這個主力 能控能打 那 不是說其他角色不好用 是因為說 他真的是太小氣了 其他角色都練不起來喔 好 然後呢 再來是10月14號 這一個什麼 新活動 獵魔手技啦 這個是算是一個新的機制 所以說那個時候覺得說還蠻有趣的 不過最近的這一個這個這個獸靈 獸靈藝文喔 這個真的好難喔 然後10月31號呢 這個神域 不務正業 在遊戲中做了一個這個小遊戲 真的是你 你開槍喔 然後射擊 然後你要彈彈彈 把敵人都打死 這個樣子 那這個這個小遊戲 常常做在這個SB的這個廣告 結果呢 他真的是把它做到遊戲裡面去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玩一百關這個樣子 好 然後10月31號 A18 團隊獸靈登場 然後獸靈也是一樣 常常會忘記把它擺 擺上去那個 那個那個累積體力喔 那現在的話呢 下一次團隊獸的話 應該蠻熱鬧的 因為獸靈的話 有了共鳴之後呢 我們應該可以擺很多獸靈進去喔 好 然後呢 11月2號 喔 玩了這一款我的預見日記 現在也還在玩喔 然後也課了金喔 那不過呢 這個修仙類的遊戲就是 真的是很放置 慢慢玩 然後呢 他也是無限升級 無限累積 這個修仙類的遊戲就是 比誰玩得久 那修仙類集玩的話 就是要玩他的劇情喔 看他的劇情喔 所以說修仙類型 跟一般的這個放置手遊 不大一樣喔 這個心態上 玩的會不大一樣 好 然後呢 11月4號 11月4號呢 一拳超人英雄之路 氣坑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款遊戲 我覺得真的是很奇怪 因為 他是怎麼講 第一個是龍捲無敵喔 龍捲有點像是 反正他就是打全體 然後就直接秒全體 那這樣子的角色呢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但是呢 他有一個機制叫做機械核心喔 這個機械核心真的是很怪 就是你裝上去之後呢 你的那個攻擊力就是 就是直白白的加上去 然後呢 其他角色沒有機械核心就會被秒 大概就是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盧克雷蒂亞那樣子的感覺 盧克雷蒂亞一個人強 然後他一個人可以秒五隻 那其他人呢 就是 就是純粹是用來幫盧克雷蒂亞爭取時間的 然後呢 這個狀況就變成是說 這要怎麼講呢 好 這樣講就是說 如果說 你在劍遠身打一場戰鬥 敵人都是一下把你秒掉 那你必須要裝一個裝備 敵人才不能秒掉你 那至少呢 你還可以跟人家 打一下 因為畢竟 一開始就秒掉 不管你這隻角色再強都沒有用 因為一開始就秒掉 你也玩不出什麼鳥嘛 那你裝上這個裝備之後呢 至少你還可以這個撐個幾下 至少你還可以撐個幾下 把大招開出來 所以你就要裝備這個裝備 那這個裝備呢 他必須要用鑽石去養這個裝備 還沒有其他辦法 就是用鑽石去養 他升一級呢 這個防禦力 攻擊力 跟這個什麼 我們就講防禦力跟攻擊力 就加1000點 假設啦 然後呢鑽石投入下去 就加2000點 這個樣子 就是直白白的這個屬性提升 就是這個機械核心 那 我好不容易把龍捲伸上去了 然後呢 我又要養下一隻英雄 不然呢 除了龍捲裝上這個機械核心 不會被秒 其他人還是一下被秒 那麼多隻英雄都是被秒 有什麼好玩的 所以變成說這款遊戲 我的鑽石我都不能花 我都只能夠用來灌這個機械核心 我還不知道要灌到什麼時候 就變得是好奇怪喔 對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可是看了看攻略 跟看了看這個推圖的紀錄 就是這個樣子啊 大家都是把所有的這個鑽石 去養這個機械核心 然後灌給龍捲 那就是龍捲一個人打 就是其他人就是 算是幫幫龍捲集氣 然後呢撐過去之後呢 龍捲開大招秒全場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所以我就玩一玩覺得是 就覺得是說好像有點無趣 然後可能不對我胃口吧 然後就氣坑了 然後11月14號呢 這個Kevin大大齁 開始定期借我這個梅里埃爾 所以英雄混沌傳奇呢 本來處於這個半氣坑的狀況 半氣坑的狀態 現在又開始回來玩了齁 因為我借到這個梅里埃爾了 那這個是怎麼講呢 這個考試都考100分喔 這個身體也長高了 這個人也壯了 精神也 這個人也精神的不少 這個梅里埃爾真的是太強了 然後用他來打這個祕密靈精 也是非常的快喔 這個也是開大招之後 秒秒全場的角色 尤其是這個混沌裂系 混沌裂系是建宇珍的這個祖宗夢境 打高傷領支援的 那有隻角色之後呢 排名都在排在前面 所以這超好用的 所以再次感謝這個Kevin大大 好11月20號呢 我去參加這個 這個我的預見日記的這個 代言人派對活動 好久沒有參加這個玩家見面會喔 建宇珍很久沒有辦了 所以都是蠻好玩的齁 就是也拿到一堆這個周邊的這個產品 然後這個也是很久沒有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當天也是有些小遊戲 什麼電流擊擊棒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活動比較佛心 之前建宇珍不是有一個敲 敲一個東西 然後你的力道要控制在那個力道 然後你要敲到那個對應的分數 那時候我敲了一下 我好像敲了兩三次都沒有過 然後就要重新排隊 因為人很多嘛 但是呢這一個這個我的預見日記 真的是很佛心 像那個什麼電流擊擊棒 我玩到最後面啊 這個碰到了 嗶嗶嗶嗶嗶嗶嗶 人家還是給我蓋章 還有一個是烤那個反應力的 就是會有那個那個棍子 一根一根掉下來 結果呢我都沒接到 最後一根我才掉下來 因為最後一根你就知道 那一根是一定會掉下來 所以我只有接到那個最後一根 他也是讓我過 所以我覺得我的預見日記 這個官方這個這個這個比較 比較佛心一點 另外他的這個代言人是這個Lulu Lulu是我很喜歡的一個這個代言人 我覺得他非常有這個正向力 有這個樣子 好11月22號呢 這個這個時候的神域 有一個這個煉獄萬神殿 有點像是異界迷宮的這個 神域模式版本 但他真的是超級超級難 然後呢那個時候呢 有玩家找到一個破解的方式 這個波曬盾堆絲 但是現在改掉了 現在還是難了 這個樣子 所以呢那個時候這個堆絲流 真的是非常的爽 因為呢他真的是超級困難的 然後呢這個被人家發現說 你可以用堆絲 開場放一隻角色 然後把把把對方 對方的血這樣子磨掉 那個時候覺得是這樣子玩還蠻好玩的 可惜呢現在現在已經關掉了 好然後呢11月24號 這個時候這個英式露全員出擊 不知道是吃了什麼藥 開始呢送很多很多的這個對話碼 然後呢越送越狠 那從這時候開始呢就是走向了這個英式露全員出擊 變成是一個超級佛心的遊戲喔 你看這個對話碼呢感恩節的好禮 送3000肥料 3000肥料 3000肥料 就是50隻肥料的角色 所以說那個時候呢其實基本上 大家卡的金家的角色呢 其實都可以順利升到紅啊 順利升到紅家 開這個個人專武喔 然後呢這個 11月28號我們開始知道有一個名牌的 這個競賽的名牌567喔 現在當時是看到是七八九 後來改成567啊 所以感謝這個前十名的大大 為大家謀福利齁 好像陸服已經很早就有了齁 那國際服好像比較晚出來齁 所以說最近的話 競賽都是壓567喔 所以真的是感謝齁 感謝這個正式服的這個前十名的大佬 好然後呢這個也是一樣喔 這個是 不是也是一樣啊 這個是我那個什麼 超級馬力歐3D世界狂怒世界喔 這個大概是大概是11月左右吧 買了switch喔 因為常常看到小朋友 在看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youtube影片 然後他們都在看別人玩的遊戲 像是玩玩minecraft啊 玩玩wii啊 玩那個什麼馬力歐啊 就覺得是說欸 好像小朋友都都是在看人家玩喔 然後也覺得是說有時候 遊戲裡面啊 這個這個那些實況主 會講一些垃圾話 所以想說欸 那是不是說 既然他們他們對這個這個switch 很有興趣 然後也看到說這個我的同學啊 好像他們都會給小朋友玩 玩switch喔 後來就覺得是說欸 這個好像還蠻適合小朋友玩的 那就買了switch 欸發現說還真的不錯齁 這個switch 給小朋友玩真的是很好 但是呢我自己是覺得 欸 我還是想要玩ps5啦 那另外呢 這個 這個因為馬力歐啊 這個這個生命不夠齁 所以說媽媽也開始下來做功課喔 就是怎麼樣刷命 讓小朋友不會因為說這個 常常死掉啊 然後吵架 所以就是父母真辛苦喔 好 然後12月4號 欸 12月4號開始玩這一個 奇路旅人大陸的霸者齁 不過當 剛開始的時候出職出錯了齁 那時候有刷手抽 有刷這個手抽 就是一開始玩的時候 發現說啊 這款遊戲需要刷這個手抽啦 至少要刷 刷到一兩隻這個五星的角色齁 有人要刷到三隻五星齁 我是刷到兩隻啊 我刷到一個五 那個五星的索菲亞 跟這個五星盜賊 我已經很滿意了 然後現在也是覺得是說 哇 我當時刷這兩隻真的是運氣很好 索菲亞齁 這個是攻擊力超好用 那五星的這個維歐拉 這個破盾 那後面的我的運氣也是不錯齁 然後現在也是算是我在玩的一個主力遊戲齁 這款遊戲的話 讓我找回來玩這個JRPG 然後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以千萬RPG的那個樂趣齁 這個樣子的劇情也是很棒 非常推薦大家玩齁 好 然後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那這個是今天齁 今天看到了一隻貓咪 早上出門的時候這樣子推我 好啦那影片大概就接到這個地方了 哇一聊也是聊到了 五十分鐘齁 這個樣子齁 也是聊滿久的 欸這個影片感覺上好像應該做成是一個 直播的影片齁 我今天也是一樣齁 這個2022到2023 跨年錄的一個這個直播影片 然後感謝斗內我的網友 還有這個跟我跨年的這個 二十幾位網友 好啦那這個2023年齁 這個回顧2022年的這個影片 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今天是這一個1月1號 1月1號也是我媽的生日齁 然後那這個就是祝大家2023號 這個一切事事順心 然後我們也期待 劍遠征1月4號的這個改版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